在每上市4年的瑞斯教育 可能要成为2022年首家退市的教育股了 不久前 瑞斯教育发布公告称 收到纳斯达克上市资格部门通知 自2021年8月13日至9月24日 公司已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美元 除非及时申请在纳斯达克举行听证会 苟则公司将被摘牌 公告称 公司可在180天的补救期内 即2022年3月28日前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来恢复和归性 截至美东时间1月26日 瑞斯教育的股价只有0.51美元 市值2881万美元 不及其当初辉煌时的零头 纳斯达克对瑞斯教育的质问还不止这些 根据公告 纳斯达克上市资格部门认定 瑞斯教育已经成为公共外壳公司 此外 公司还延期提交了截至2021年上半年的资产负债表 和损益表 为应对退市危机 瑞斯教育早早就开始谋划转型素质教育 并出售全部境内业务 甚至 这家曾经的英语培训龙头公告称 目前正在进行一起并购谈判 有望进入电动汽车领域 但这能将它从退市边缘拉回来吗? 收到纳斯达克警告当天 瑞斯教育发布了迟到的2021年 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 在2021年第二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2.57亿元 净亏损为5266.2万元 2021上半年净亏损7727万元 2021年的前两个季度 瑞斯教育已经连续亏损 瑞斯教育原名瑞斯学科英语 成立于2007年 主打为3到18岁的中国孩子 提供美国全英文的学科体系教育 主要产品包括面向3到5岁儿童的RiseStar 面向6到12岁小学生的RiseOn 和面向13到18岁学生的RiseUp 三大主力课程 此外 公司还拥有面向6到9岁 小学阶段儿童的线上口语课程 侃侃说 以及瑞斯在线图书馆 瑞斯东夏令营 瑞斯海外游学等业务 英语学科培训为瑞斯带来了不菲的营收 2014到2016年 公司营收分别为4.07亿元 5.30亿元 7.11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6,517万元 2,629万元 5,392万元 2017年10月 瑞斯学科英语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成为纪博石乐教育集团 红黄蓝之后的第三家中国K12教育机构 公司上市首日收盘价为16.61亿美元 涨幅14.55% 总市值达到9.13亿美元 根据公开资料 瑞斯上市时 业务已覆盖国内80个城市 拥有246家线下学习中心 据Frost Sullivan出具的报告显示 在国内初级英语培训行业 瑞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所占据的市场份额 分别达到了17.1%和10.7% 2018年至2019年期间 瑞斯英语已经成为国内青少年英语培训市场的前 三大供应商之一 上市前几年 瑞斯营收和利润整体均呈增长态势 在2019年 公司总收入达到15.29亿元 净利润达2.13亿元 在2020年 瑞斯迎来了转折点 在这一年 线下教育机构受疫情影响严重 跑路倒闭事件频有发生 一直高度依赖线下课程的瑞斯英语 也在这一年暂停了大量线下业务 仅在2020年第一季度 瑞斯就亏损了1.04亿元 同期常规课程的新入学人数 由上一年的7406人 瑞减至1507人 为了挽救急速下跌的业绩 公司加快由线下到线上转型的步伐 同时整合短视频平台等货客渠道 促进视听客转化 但一番努力后 公司的全年业绩仍不乐观 有九成学生被迫转型线上 瑞斯2020年总营收为9.585亿元 同比下降37.3% 经亏损1.32亿元 2020年底左右 瑞斯英语通过降本增效 运营情况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好转 但是 在这一年 以原辅导为首的国内在线教育四小龙 不断融资 疯狂扩张 市场竞争加剧 拉高了货客成本 瑞斯英语的营销费用也跟着又涨了上来 一位教育业内人士对财经天下周刊说 根据晚点Latepost报道 在2020年秋季 在线教育行业在抖音 微信等渠道的货客成本已较前一年翻倍 达到4000元 瑞斯和其他在线教育公司一样 已经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境地 前述业内人士称 时间来到2021年 瑞斯在第一季度净亏损2460万元 同比扩大23.6% 与此同时 公司在该季度的营销费用支出为6430万元 同比增长48.9% 瑞斯应与风雨飘摇 同时 在2021年中 双减政策落地 其中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函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这对瑞斯的英语学科培训业务而言 无疑是重重一击 但瑞斯成为业内转型素质教育动作迅速的一家公司 2021年5月 瑞斯就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声势盛大的媒体发布会 宣布品牌及业务升级 公司更名为瑞斯教育 工作重心转向燃点科学馆 瑞斯海牙成长空间 瑞斯研学 瑞斯马特等业务 而这几大业务的定位分别为 少儿Steam 少儿社会化素养教育 及青少儿综合实践能力 少儿展演等 公司试图将英语培训业务从品牌中淡化 向综合素质教育平台转型 但是这也意味着多年来 瑞斯在线下积累的英语培训经验 和教师资源等也没了用武之地 在2021年底 央广网发布变系法的英语校外培训报道 其中称 一些未被列入学科类培训白名单的机构 便着反而地展开了一种所谓的戏剧培训 号称将英语知识和戏剧相结合 实际上其测评内容仍然主要是考察 考验孩子的英语听力 口语和词汇量 并通过戏剧台词和英语语句的设置 训练英语听说读的口语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这无异于打着所谓戏剧培训的幌子 便向进行英语学科类培训 在报道中 瑞斯英语北京西红门会聚店 瑞斯英语北京房山长阳校区被点名 报道中称 店内的戏剧课程授课老师 正是之前瑞斯英语的原班人马 被爆部分门店冒着违规风险打擦边球 也为瑞斯教育的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现在收到纳斯达克的警告 也让瑞斯的时间变得更为紧迫了 近半年来 瑞斯也发生了多项人事变动 今年1月6日 曾经带领瑞斯教育上市的孙艺丁 辞去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 据悉 孙艺丁自2013年9月起 就开始担任瑞斯教育CEO 在2020年1月 其卸任CEO并留任董事会副董事长 现在 孙艺丁更进一步 彻底与瑞斯教育剥离 持续亏损高层动荡的瑞斯教育 把心思放到了出售境内资产上 早在2021年10月27日 瑞斯教育就曾发布公告称 CEO王力宏向董事会提交初步非约束性提案 拟收购瑞斯教育境内全部资产 董事会已聘请华兴证券为其财务顾问 12月1日 该项提案有了新进展 瑞斯教育宣布 为更好落实双减要求 保证境内培训业务可持续稳定的运营 以瑞斯体系内管理运营团队为代表的买方 与瑞斯教育上市公司签署收购协议 由买方收购瑞斯教育上市公司境内全部资产 本次收购交易预计将于2021年底前完成 据悉 双减政策曾明确禁止外资利用任何形式 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 而交易完成后 瑞斯教育境内运营主体均为内资 以此实现瑞斯教育境内业务与上市公司境外资本剥离 12月30日 瑞斯宣布 已将瑞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出售给了武汉新私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天眼查显示 瑞斯此前由Ris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100%控股 而买下它的新东家武汉新私利 则于2021年11月24日成立 瑞斯教育称 武汉新私利由买方财团控制 并由瑞斯教育的某些特许经营商和瑞斯 教育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公司组成 根据前不久的公告 纳斯达克上市资格部门认定 2021年12月30日 瑞斯教育开曼 有限公司出售了其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资产 与上市公司境外资本剥离 已成为公共外壳公司 目前 瑞斯教育已向纳斯达克申请举行听证会 以提交符合上市公司资格要求的证明 为此 公司正在积极寻求 能够帮助产生收入的战略性商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瑞斯教育公告称 在2022年1月6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一项不惧约束力的业务合并提议 根据该提议 交易对手将贡献 其具有市场领先地位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业务 以换取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双方已同意自2022年1月17日起 进行为期28天的排他性谈判 该期限也可以进一步延长14天 不出意外 春节过后不久这项合并谈判将有结果 但瑞斯教育从学科培训转向电动汽车领域 转身的跨度之大 也令业界大吃一惊 回顾瑞斯英语的发展过程 公司当年依赖特许加盟模式实现了大举扩张 但这一模式 也在瑞斯教育当年的风光中 埋下了隐患 2013年 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 以1.4亿美元收购了瑞斯英语大部分股权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之后 在贝恩资本收购的另一家早教公司 金宝贝担任CEO的孙毅丁 出任瑞斯CEO 时任贝斯资本董事总经理职务 王力宏则担任瑞斯的非执行董事长 当时 根据贝恩资本的调研 中国发展居前100位的城市中 3至12岁的儿童约有2600万 王力宏曾提出 瑞斯在面向儿童的高端英语教育公司中 位列第二 但只招了近3万名学生 可见还有很大的学生市场贷开发 为了尽快抢占到这块诱人的市场 瑞斯决定开设更多自营和加盟机构 并专门设立评级系统 以促进加盟机构业务水平的提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瑞斯学习中心总数为512家 其中直营学习中心92家 而特许加盟学习中心数量达到420家 但加盟模式带来的管理和运营难题 也在困扰着瑞斯 2019年7月 瑞斯位于南昌鸿骨滩铜锣湾广场 西湖万达广场 高新新城无跃广场的三家培训中心 均被媒体曝光 无证办学 同年年底 瑞斯英语哈尔滨西万达校区 由于投资人被警方积压 导致校区300多学生停课 由家长维权涉及退费的学费超过400万元 在2021年8月 又有多名家长反映 哈尔滨瑞斯英语自数期停课后便人去楼空 代退学费无果 其校长在微信群里给出的理由是 受哈西校区事件后续及疫情影响 导致在哈四家校区负债运营 资金链断裂 据了解 瑞斯英语的收费并不便宜 一线城市一年的报名费用 约在22000到25000元之间 其在二三线城市收取的报名费稍低 约在19000到23000元之间 而搜索各大投诉和点评平台上 都可见关于瑞斯英语退款难的投诉 在点评平台上 有家长在瑞斯英语北京某校区店下评论称 给孩子报了一年课程 因为时间对不上 选择退课 却没想到是麻烦的开始 合同中有各种隐藏问题 课本没用但拆封过就不能退 其他钱款算清楚后 还要40个工作日的冷静期才能退 且退费还要扣除手续费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搜索瑞斯英语 可见的上百条投诉中 大多都是和退费难相关 例如突然币电不予退款 拖延退费等等 部分家长要求退费金额达到上万元 针对家长投诉 转型素质教育 以及核实举行听证会等问题 财经天下周刊询问瑞斯教育方面 但截至发稿时仍未获回复 徘徊在退市边缘的瑞斯教育 能否走出寒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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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